在座各位老師先進 大家好 我想我只是作為引言 因為剛剛其實陳老師提的 大概台灣整個動控 那我再丟一些 相關的一些想法 目前大概整個的趨勢 因為這個主題其實很大 大概這麼短的時間 等一下會有很多時間大家做一些交流 那我覺得今天其實 第一個題目其實蠻好的 他其實希望從新人員談到新經濟到新社會 那這也是我覺得 我覺得在目前這個整個大的能源轉型裡面 其實非常重要的核心 因為我覺得在今天的能源議題 要再談下去 莫誠當然需要一些技術的創新 這還是非常關鍵 但他其實下一步我覺得更重要的關鍵 其實是經濟跟社會的轉型 也就剛剛兩位這邊提到的 那我這邊只是用幾個 國際上大家常用的幾個 不管是公務門或是私務門 你見得這幾個趨勢 我當然最近都有更新的版本 你可以找到13、14的版本出來 但是我想這個趨勢大概是一樣的 就這個World Energy Outlook 這個IEM每年都在發布 最近大概也要發布2014的 然後Arena 他前陣子剛剛發布2014的版本 Greenpeace的這個 Energy Revolution 這個大概是民間團體最具代表性 所以我們從大概這三個應該是說 在國際組織上 在這個領域上 大家最常引用的三個代表民間團體 代表再生能源 一個代表是整體能源的三份報告 那我把這些報告整體來看 我覺得有三個重點 大概一個就是產業結構轉型 這個大概是 不管是先進國家 或是已經好幾波的轉型 到現在都還在談這個組織 第二個剛剛其實 兩位都提到一個是能源效率的提升 第三個就是再生能源 那換句話說其實這個大的趨勢 就是不管在這種過去他們 那個可能不同立場的這些團體 或機構他們的點出來的方向 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那我覺得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這一波的能源轉型 跟我們現在在1970年代 碰到了兩次能源危機 是很大的差異的 那兩次的危機 基本上是scansity的概念 也就是一個匱乏的概念 那時候其實當然有一些政治經濟的 那時候的冷戰或其他的關係 再加上一些匱乏的這些因素 所以造成那幾次的青年代的危機 可是這次完全不太一樣 這次碰到了這個危機 其實是由其他領域引發出來的危機 而造成能源必須被迫轉型 好 下一張 所以各位這幾個報導 各位可以 我想網路上都可以去找到最新的參考 我把它整理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是台灣產業結構 如果說國際能源總署這裡面看到 它基本上從能源需求來看 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國或是亞洲國家 換句話說 當然這對很多大家現在在談 研究中部會學說 中國變成世界最大的製造工廠 所以這排碳算趴得好像也不公平 因為iPhone都在那邊製造 可是都其他國家在用 所以這等一下會許大家也很多可以討論 到底這個在目前的這些碳質地的計算方式 或碳排放的計算方式 那不管怎樣 我想這個產業的這部分的轉型是非常關鍵的 那剛剛其實在台灣我們也碰到第二個就是 這些新興的能源 怎麼樣降低這些能源密集度 取代或這些化石的這些能源 還有這些低排放的能源跟綠能 可能是未來的方向 那下面是幾個在台灣這幾個數據 其實大家這裡面我覺得不可否認 台灣這些過去的化工或其他產業 對台灣的貢獻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面臨一個挑戰或轉型 他們現在幾乎占了三分之以上 可是最近的幾次的數據 大概有根據在最近五年來的數據 大概他們的GDP大概都3%左右 那當然有些從產業管理性可以算到4% 但是大約是在這個比例 那他們的耗能比例是37%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面看的 台灣是 這很多人都在問到底台灣那個 為什麼排檔那麼高 那另外一個是對GDP的部分化工產業 那另外一個是能源密集度 我想特別給大家參考 換句話說我們在產業施衡 在碳排放這邊中老師之前 也有些文章都在指出這個部分 下一張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能源效率是現在 各國另外談出來 換句話說我剛剛在提的是 這幾個部分其實不是偏費 而事實上是大家可能 在整體的一起處理 能源效率可能是 可能是在這裡面 甚至比再生能源發展更關鍵的 重要的政策 因為當開源有困境的時候 不管你用再生能源的各種能源形式 有時候都還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可是能源效率的提升 事實上是大家看起來最分角力多的投資 那這部分與其一直空腹在找新能源 與其等待一些技術突破 不如在現有的這些能源的方式上 做很多的改變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 其實台灣有很多很大的空間 包含在這幾個報告裡面 其實都有提到 即使先進國家 即使日本都覺得 都還有很大的空間 那台灣其實談了很多次 不知道在座 是不是有台電的朋友 其實他們說台電其實在很多能源效率 都還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這部分其實 我想這是我們稍後或許 也可以再多談 在國際上指出的一些新的方向 下一個是 那我們從這能源效率 目前我們定的大概是2到3% 但是我們用電還是持續成長 所以這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這剛剛其實老師提到的數據很清楚 我們現在用了很多錢 賺的錢都很多都是去買 買外面的油或其他的這個煤 所以台灣這些耗能產業 如果能提到最高很多的比例來看 最少能提到20%以上 那我記得之前我們碰到那個 台大電還有工人院的朋友 他說台大的電費也是蠻貴的 台大大概4億 他說如果他就他的觀察 他自己如果來做一些調整 即使不需要做太多的新投資 他可以很快讓台大的提升 5%以上的能源效率 透過一些行為的改變 所以你看如果是5%加4億 就是很激人 對所以台大如果在這邊 如果能做一些能源管理等等 其實就有很大的進步的空間 那等一下可以再討論 所以能源效率其實也達到經濟發展 而且這裡面雙贏的目標 下一個 接下來其實就是再次能源 我想這個部分等一下可以很多的討論 這部分沒有錯 它是一個未來的方向 它不代表它沒有一些挑戰 事實上也是有各類在風能 在離岸風力 在其他的鹿域風氣 在各地都有碰到一些挑戰 但事實上它的方向是確定的 只是說在各國可能透過它一些補貼 那在最近各位看到歐盟在星期天 他們剛宣布他們2030年的目標 要把這個挑到27%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在未來的減碳 或其他的新能源產業 這部分一定扮演重要的功能 數據我就跳過去了 來 那我這邊我是今天我想丟這個 提出這個問題來跟大家做一些思考 也是最近在思考這些方向 符合今天在這邊談的一些主題 因為我覺得今天在談摘生能源發展的方式 不再是一個比如說一個大財團 他買一大塊地或等等 然後就放一大堆太陽能板或是差很多風機 我覺得他必須在今天在剛剛提的 這所謂的新能源、新經濟、新社會 這裡面有產生一些新的經濟模式 或是一些社會的發展模式 而後來在這幾年在觀察 其實歐洲國家我們在談他們摘生能源的發展 並不是說這些都只是大型的 你會發現其實在特別在北歐或是歐洲的博士 他們其實不是大型的 像美國那麼大的土地 然後大型的公司的投資 他們其實都是一些小型的 社區型的這種再生能源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在我看到的數據 這個模式大概在20年前 在歐洲就已經開始 美國大概在2000年之後 才開始有類似這樣的一些社區型的模式 我自己用風電來做一些簡單的案例 好 下一張 那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發展這些社區的再生能源 它基本上有很多的優勢 它可以穩定一些 但我自己想說社區 這個社區可能可以大到一個城市 或是說可以小到一個小農 或等等一些農村村鎮 它可以保存一些在地的一些發展 景觀 家族 生活方式做一些好的結合 那它也可以促進經濟發展 甚至回應現在很多大型發電機組 不管是各類的行駛的困難 而接少社區的能源成本 它基本上降低了探索機 然後降低了這些傳輸的費用 剛剛提到這些傳輸或等等這些效率的部分 另外也提高了在地的這些能源自主性 它強調了這些能源的分散化 這也是符合現在大家談的一個 那當然更重要這裡面大家現在談的減碳這個部分 下一張 那我這邊提一個很快的案例 這個其實如果有一些相關資料 我這個會後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這部分其實我們之前就整理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部分其實後來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引用 比如說這是德國他們被 也選出來一個模範的一個 所謂雲德模式的生死能源村 那基本上它就是透過這樣把居民 串在一起透過一個合作社的網路 讓居民都入股 然後可以在這裡透過再生能源 也就是他們原來剩餘的能量變成一個 創造在地就業經濟生活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當然它有國家或這樣一個政策工具的支持 下一張 所以它就是把這個結合成這樣一個發電的一個形式 把這些他們社區原來用的這些部分把它拿進來 我想我們就不進入細節 但各位也看不出這樣一個能源生活村 就是當然我們不可能完全的回到農村 但是它的這種社區或是這樣的合作的形態 事實上是可以值得我們思考 那當然它不是沒有困境 在我們自己在看 它有些經濟規模效 它有些比較高的行政成本 有些厲害關係者多 它溝通成本 以及需要一些不同層次的政治法令跟財務的支持 下一張 那其實基本上這樣的一個趨勢 不管在再生能源在風電 最近在日本 在很多其他都已經慢慢出現 那我也希望說台灣其實在 政策上其實除了像這些大型的公司 可能還不繼續發展 其實台灣以人小地籌 這樣的一個人人多地籌的這樣一個方式 其實你要在真的找一大片地 要蓋各種形式都很困難 或許我們真的在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都市 我們的要發展出這種社區共享的這種 各種形式 那它其實可以形成新的投資標的 增加工作就業機會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它可以改變 這些傳統的這些形態 它不再只是我們跟買電的這樣一個消費關係 你變成是一個參與的一個關係 變成你也是一個能源生產者 你重新界定了這個社區跟 發電者跟你的這些開發業者跟在地區民的關係 促進了社區參與 那當然這時候需要可能不同的政府的層級的政策支持 促進製作創新 美國能源部最近這幾年 也非常在各地補助類似這樣的方案 各州也有不同的稅等等的方式 那我覺得在幾年前他們農出一個這樣的名詞 我覺得蠻喜歡的 它這也是一語雙關 Community Power, Citizens Power 我覺得就是 你讓居民有這樣的權利 然後電力也創造他們的一些相關權利 最後一張 我想基本上今天也是開啟一個 當然我們知道在國內這個能源議題 還是一個相當多元意見 而且我們快要開一個能源會 那我覺得基本上我們希望 類似這樣的對談 能多元觀點 然後有不同的能源願景 能有將來再更多的資訊公開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 慢慢有相當的資訊 那希望更好的平台 擴大這些參與跟對話 那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發可能不同意見 但是透過對話能建立一些比較好的 這些能源的願景 以上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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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